这是一个紧急状况 你不能来都说 你要来申请 应该是我们的主动宫 他不必就 我是要申三回 卫福部长陈时中难得大动干火 秋显制药卫福部帮忙进口筛计事宜 提供自家筛检 两人为此一来一往 火药味十足 陈时中还一度气到口罩歪掉 还提前奋而回坐 已经赋予在那权利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行使这样的权利 你没有去行使的时候 别人没办法行使 指挥官 就算走下台 还是忍不住再呛一句 表示同意快筛世纪进口 陈时中好生气 也让一旁的苏贞昌一脸尴尬 但除了快筛世纪 国人聚焦 疫苗到底什么时候采购 8月底前一剂 共约有1000万剂的疫苗会到位 目前确定已经可以获得的 国外疫苗 包括由全球供应链平台 Covac 大概有476万剂 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剂可以得到 而 AstraZeneca疫苗 我们购得1000万剂 大概在今年第二剂可以获得 另外 Moderna疫苗 我们得到505万剂 大概在今年的第二剂可以取得 洋洋洒洒列出细项 苏贵二月才公布 第二剂共能取得2000万剂的疫苗 如今不仅时间延后 数量也大减1000万剂 遭质疑难道疫苗时程表能够说变就变吗 苏贞昌赶紧解释原因 不过国人都快等不及 期盼能早日打疫苗 但苏贵二月才拍胸脯挂保证 现在有了大转变 这样看来再抛出八月底 民众恐怕也不敢马上抱有期待 TVBS新闻杨清波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